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第二節繼續跟進五三浪牧師事件 有齋祥和中大同學精營 怎樣? 我上一次也說不夠後 再說一次 沒錯,要說回整個教會文化 五三浪牧師 一時只不過是 一點 但其實整個教會文化就是很壓抑 而女性基本上是不知道 自己被壓抑 還以後很享受整個過程 就好像今次事件 我有四位在神學院問女同學 那天你聽到五三浪牧師這樣說 你有什麼感覺? 她說,有什麼所謂的 她平時都是這樣 這樣啊 很多都是這樣 所以我們很詫異 所謂婦女神學經常說 女性沒有一個能力 其實沒有 你對她沒有一個充權 沒有一個給她高一點的意識 而且告訴她 你可以為這個高一點的意識去反抗 嗯 你於是習慣了被人老鬱 老鬱完都會覺得 是呀,我又胖又粗 是呀 就是這樣說 真是慘 其實教會的廣道 經常說 女子要服從她的丈夫 那些 經常強調這件事 廣親道都會 男一女女的頭 那些 所以你要服從你的丈夫 好像服從上帝 我遲些要去九龍城書節 要講這個基督教右派 一定要講這個問題 就是 香港的基督教右派 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怎樣 就是它是整天 封住信徒的腦袋 但是這個封住 還要是 有一個社會學的根源 正正都要研究的 就是說 所謂的 他們是故意封自己 讓他們覺得自己可以受保護 就是有一種很獨特的identity 我們是特別乖的 譬如我們是特別乖的 她就覺得好像很安全 就是上帝會保護她 這件事 一教下去 很難搞得掉 很難搞得掉 因為那些女性 因為甘願在這裏 好像一個exchange 好像一個軟大一個軟大 一個軟大 就是什麼 吃得鹹滅抵得渴 我既然要這種教會保護 我就在這個教會裡面 甘心接受二等公民的地位 那我想問阿齋老師 你知不知道 其實永江堂 就搞一個NLP課程 如果大家看《時代論》 你有沒有帶那個 NLP 應該看到 Nelo Linguistic Programming 打個書包 就是我們叫做 叫做什麼 都很難說 有天主教的神父 都學的這件事 這件事本身可以是neutral 就是說不是一定錯的 其中一個我給你看一下 沒錯 這個 你講得像補習社那些 那沒辦法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 很可愛 我以為那些什麼名師 那些女牧師 搞得很 其實沒有問題 我們不會保守到 說那些女牧師扮得很漂亮 花枝尖尖尖沒有問題 但是其實 可能是不是在討論 一個 教會的沉論到 那種資本主義的價值 其實 香港的教會 和香港的社會 過去這三十年 烈根主義之後 其實已經足足三十年 增淫在資本主義價值 去到今天 那些政府觀眾 死不悔改 特別是曾明權那班 他這裏又說 已經沒有這個自由經濟 我們會干預 說了還說 那裏一到說 氣不氣居屋 這件事違反自由經濟 我們就不做了 又干預市場 什麼時候 任何時間 只要能夠正確他不做事 他就會制起這個 所謂自由經濟的大旗 什麼就證明他 什麼都不做是對的 從這個角度說 香港教會 我發覺 是過去這十年 那種自由經濟 那種這樣的價值 直接深入骨髓 深入骨髓 譬如我去這個基道書 我記得有一本書 是一本爛的書 很薄的 整本書怎麼說 是一個不知類似牧師 怎麼寫的 就告訴你 資本主義是對的 是上帝的心意 真是死得的 今天已經在金融海嘯底下 你看到資本主義 在一些位置 你看到全球 無數人 受了這個資本主義傷害 到不得了很慘 可以包括我們剛才說的 那些廢塵病 那些工人 一樣的 中國大陸就是資本主義 犧牲最多人口的地方之一 竟然你可以說 資本主義是上帝的心意 你們這些是什麼人呢 是一班超級自私的人 因為你們 在這個資本主義裡面 是得益的 所以你們這些賤人 全都可以說 資本主義是好的 是上帝的心意 可以這樣說 在基督教聖經裡面說 是完全拜馬門 不再拜上帝 而回去教會的人 香港 都是很大部分 是資本主義裡面的 既得利益者 可不可以這樣說 是啊 你看馬時鏗和許老婆 嘩 馬時鏗 一定要罵 但是你看馬時鏗 是非常圓滑 他的老婆也非常吃得開 於是他那種爛鬼 主義的所謂成功神學 是超級不得的 在教會就會祝福他 因為他有錢 所以上帝祝福他 這些是什麼神學 他說因為上帝祝福這些人 他夠虔誠 所以他越來越有錢 這些不是基督教神學 我告訴你 這些叫什麼神學 不是叫成功神學 都不是 三個字 叫黃大先神學 黃大先神學 不是基督教神學 是黃大先神學 你去吧 其實現在基督教 令到大家最可惜的一點 就是他將信仰 所謂的福音 就是説來説為 讀經 祈禱 回教會 聽牧師說 是圓的 但信仰福音是不是這樣 福音當然不是這樣 如果你真是看真些耶穌 在四福音講的耶穌 大部分時間 是在幫社會最低階層的人 但是在我 我可以告訴你 我承認 我自己承認 我讀到大學的時候 我看聖經都看不明白 我從中一看到大學三年級 我看了十年聖經 我都看不明白 聖經是講耶穌 其實是一個 完全 所謂瘋倒當時 社會秩序的人 直到我大學畢業之後 我才開始看得明白 這件事 你說是否拿名 因為我們是被人封了個腦 阿齊Sir 你都是用個腦去想 你都不是聖靈感動 很多教員都會這樣說 我都被人 不是啊 你這樣說 我只是說 是上帝的恩典 令到我開始看到 但是問題真的很悲哀 大部分人 人老想而已 是啊 你都不是聖靈出來的 那他們那些信 就是聖靈出來的 你就是人肉錄音機 你讀完那些書 都是別人的東西 都不是你的東西 是啊 他們那些就是他們自己的東西 是不是 他們自己的腦袋 那些蠢東西 是不是 但是他就誣了是聖靈感動 是啊 你說那些就不是聖靈感動 就是完全是 完全是 沒有關係 整件事 沒有邏輯 沒有論句 不思考 然後呢 人一說出來就是你的人老的東西 自己不讀書 然後都是因為我自己聖靈的東西 都是出現聖靈 那完全都沒有說過的東西 沒有說過 這個其實是 在西方 在美國的基督教神學的反省裡面 一早已經講的叫做反智主念 是啊 宗教產生反智 這個是一個很恐怖 還有很可惜的情況 我上課經常都教學生 宗教在某一個階段 它是開啟人的腦袋的 但是宗教自己 由於它自己那些 潛藏的那些 不可以過的那些死門 它就會做最後封回你的腦袋 如果你不通的話 不能夠超過它那個死門 你就會繼續封路 或者說封得更加比以前更加厲害 那基督徒應該是一個 為什麼超越那個死門呢 我也相信 在基督教神學來說 保羅也說過很簡單的說話 他説字句是叫人死的 正義是叫人活的 就是說 你不要看字面的意思 你一定要深入想 他後面的精神是什麼 耶穌基督愛的精神 你握緊 你不會封過腦 你見到人痛苦 你不要感觸是痛苦 那些痛苦不是痛苦 你那些痛苦才是痛苦 你沒有了錢 你炒窿給那些就是痛苦 人家那些 熬生熬死熬到直肺病 陳肺病 那些不是痛苦 這些就很恐怖 為什麼五三中國人不提出來你這些 經常想著她 他說給你聽 他不講 跟我們所有典型男人一樣 不過我自己不認自己是悉魔 那些不用說 但我昨天遇到一個個個案 我真的要說 很取命 我認識一個朋友 他家人,很虔誠的基督徒,又好像經常生活遇到很多神跡 但我這個朋友自己,現在有病,要生活 但他這個親戚,見到有病,要生活,他不會給錢幫他 又叫他祈禱,什麼什麼什麼 這件事完全犯了雅各書港的罪行 你平平安去白羽,你穿得暖吃得飽 但是一毫子都沒有幫他 或是幫他要有很多條件 你又要去面對方,你又要讀經,你又要說什麼 那我才會給錢給你,原來就完全不幫他 這些所謂典型虛偽,跟我見得太多 我見到我很發脾作嘔 其實很簡單,快要下一節了 給大家看一下這份報紙 這個先看看,聽不聽到 那我來吧 你看,這裡 大家看到什麼? 其實這個廣告反映到 是多麼注重基督教那種權力感 那種榮辱感 那種陰暗面 你看看,要多麼惡形惡訊 整個希特拉 做一個相片做報道會 耶穌那些猶和軒 我幫你講 沒有了 這個在基督教來說,不是說他差的 唐崇榮先生是很出名的 很出名的 他才知道罵人 究竟 問題就是,他常常都罵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從來都沒有說到耶穌的由來謙秘 問題就在這裡 好,謝謝齋師 跟我們講了兩節 我們又再談一下 關於這個教會的問題 好,謝謝 謝謝